随着一声长鸣,一列满载着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和各类小商品的火车,从义乌出发开往西班牙马德里。 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五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发运量稳步增长,将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及其辐射的长三角地区与欧洲连接起来,促进了中欧贸易发展。 记者来到一新欧中欧班列运营公司,充满抑郁风情的装饰吸引眼球。 一新欧中欧班列运营方,义乌市天蒙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告诉记者,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发展经过几个阶段,从开行、规模化、稳定发展到爆发式增长,包括西安、成都、重庆义乌等城市形成合力。 提前两年完成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提出的开行5000列目标。 数据显示,2021年1月1号至7月11号,一新欧班列共开行775列,共发运6406标项,同比增长133.8%。 中欧班列品牌统一之前,比如说我们每个城市都是孤军作战,那么中欧品牌形成之后,大家都是形成一种合力。 我们就是说在因为有这样的市场需求之后,我们很自信地走出去,并且我们是怀着这种对他们的尊重,诚信包拢,屹立并举的理念。 我们首先告诉你,我明年会开多少列,那么我给他们的惊喜,只会是在多少列的基础上会多出几列。 我们是完全就是说这个市场超过了单年的这个规划的预期,就提前两年实现了2020年的这个发展班列的目标。 作为中欧班列发展的见证者,冯旭斌表示,中欧班列这五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让沿线国家的态度从迟疑观望到主动寻求合作。 中欧班列的出现是国际供应链的变革,它给沿线各国带来的是新的市场机遇。 实际上像我们义乌兹马德里这条线路上的这个像哈萨克斯坦啊,俄罗斯啊,白俄罗斯啊,还有波兰,包括德国,都是最大的这个受益方。 实际上它也是一是国际供应链的变革嘛,所以这个国际供应链的变革所带来的都是给他们新的市场机遇。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物流的变化,它是一个产业量,给他们提供铁路功能的收入啊,海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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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税的收入啊, 还有给它这个班列服务的人员啊,还有这些类似的卡车司机啊,还有它整个的就是配送体系啊, 这种变革是我们中方解决方案,是中国出的一个中国解决方案,是我们中国的方案。 据了解,截至2021年初,一新欧中欧班列共开通运行14个方向的国际班列线路, 一新欧同年已实现平均每天四列最高10列的发运频率。 除了这个中欧班列不断的扩面,那么我们所影响的这个所服侍的国家城市,老百姓也越来越多。 然后呢,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主动提出来就是说, 你们的产品这么好,为什么不去中国提供一些欧洲的产品或沿线国家的产品进入中国的一些市场机会。 所以这个,这一期呢,我觉得都是沿线国家都感受到了中国这种开放, 中国中欧班列这种开过来的一种市场的机会和诚意。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欧班列的发展也是秉持着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武通精神的理念。 中国和欧洲各国家间除了贸易的往来文化的交流, 更多的是民众的互动和民心相通。 原来是一个月联系一次,到现在每天再联系,每天甚至无数次的联系。 那这种的这种交流,也就是说,从这个班列产品到贸易产品, 到我们就是说相互之间成为一只国际的朋友。 那么这种朋友圈的扩大,它是非常的明显的。 就像我们2018年特地制作了一整列的这个集装箱, 集装箱的一侧是我们中国的元素, 比如说长城啊,比如说我们寒州的西湖啊, 比如说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城啊,这样的图片。 另外一侧就是西班牙的元素, 比如说他们的斗牛厂啊,比如说他们的皇宫啊, 巴塞罗纳的这个海边啊, 就是说大家就是已经不是纯粹的在做班列。